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澳門由上年疫情到現在都可以講是旅遊業的寒冬,今集就和大家看看數據上邊的資料,而等下澳門來講現在有幾多旅行社是執了,和炒了幾多人的,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數據上邊是怎樣先,根據澳門統計的普查局的資料顯示, 在2020年有營運旅行社一共有200間,同比減少18間,在職員工減少931人,去到3743人,行業收入和支出分別是20.1億澳門幣和21.8億澳門幣,按年分別下跌75.7%和72%,受到疫情影響,隨團入境旅客和外遊居民人數, 按年大幅減少超過9成,導致旅行社的訂房服務5.7億和旅行團3.3億和客運票務3.3億的收入比前一年,分別下跌77.9%,84.6%和78.1% 喇,出租業消失量多ur Sir和公共公司公司公司公共搖輸接租得好像他德規統很長大幅減少, loving Atmec,所同ivers demonstrating有門家佈利消廣告情亦較為回重挑戰 有77.7%,75.9%和87.4% 那員工支出就下跌了35.5% 去到5.5億的啦 那經營費用也都是減少了52.4%去到4.3億的 那當中啦這個機動車的租金就1.5億的 那場所租金就5999萬 燃料就5277萬 分別下跌了65.7% 20.6%和這個64.6% 那行業就錄到1.8億的虧損 反映這個行業對經濟貢獻的增加值 總值就同比下跌了73%去到3.7億的 那同埋旅行社也都是減少了買這個機動車的 令到這個固定資本的總額 安年下跌了87.2%去到2405萬 按照這個規模的分析 部分旅行社就因為疫情縮減了人手 在職員工10人以下的旅行社按年增加了8間 去到107間的 那一個規模的旅行社佔了行業總數的比例 由2019年的45.4%上升到2020年的53.5% 收入一共就3.4億的 主要就是客運票務收入佔了32.9% 旅行團佔了28.9% 另一方面有50名以上的職員的旅行社就減少了7間 去到12間的旅行社的總數的比例 就由8.7%去到6%的 收入就有7.6億 那當中的45%是來自出租被有司機的旅遊車的 那上面這個數據就是澳門旅行社按照政府所報的經營數據來的 以上這個數據來講基本上同收入相關的東西都是減左右7到8成左右 而在上一年倒閉旅行社都已經是有接近1成 員工方面就更加減少了接近2成左右 由於現在大陸方面都仍是有疫情爆發緊 所以大陸的旅行團到現在都仍未可以再學回 就只剩下本地團的 那這些旅行團其實可以講講養了不少人 因為除了跟團之外 就還有團餐和養了一班食肆的 同時又有好多附加的收費 我之前聽過最誇張就是去永里看那個 不知是黃金樹還是照材樹 就收定每人100元才給他看 但其實他看那個東西是免費的 同時現在發財巴又少了那麼多人去坐 賭場的發財巴其實好多都是同旅行社租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們說旅行社又怎會不倒閉 唯一好彩的就是旅行社的員工 就不算太多都是四千多人左右 現在炒了兩成人對澳門整體的經濟 應該就不會是有太大影響 在市場上應該都是可以消化得到這一批勞動力 但就不知道遊方面是不是在這九百多人上 照現在這樣看這個行業都可以算是重災區 再加上現在大部份市民的旅遊習慣都改變了 年輕的都好少說會跟團 所以未來旅行社的路可能都會越來越窄 而可能現在都是一個好的時機給他們考慮一下 怎樣轉型 今集就和大家看了一部份這些數據 大家有什麼看法又或者覺得 幾時才可以回到之前這樣 又或者有沒有機會回到之前這樣 在下邊留言告訴我 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